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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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这个字我们今天用到不斗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啊 它不同问题的写法 内容是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教科门里面 它有两个不同的写法 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人 一个转熟的一个容器 这是一个转熟的容器 这个旁边呢 有一个人 走到这个熟的容器 这里要吃熟 这是一款写法 还有一个写法呢 那个上面就是加了一个铁子 底下呢 也是一个转熟的容器 这是转熟的容器 它上面呢 加了一个铁子 就是这样的 这个旁边呢 写了一个人 在号码里面就像这样 写法 这个字啊 在今晚里面 它不同的事情呢 它的写法呢 也有时候不一样 在走到早期的时候 它这个熟的容器呢 写的这样子 上面是一个铁子 底下 这是转熟的容器 这个底下呢 这个底下 这边是一个人 这个人写的这样子 这是走到早期 一块写法 走到早期呢 它有一块写法 它写的这样子 它两面写法 它都是和第一块呢 不一样 这是个铁 就是抓食物的容器 它把这边的这个人呢 它写的这样 写的这样 往这个药 吃东西 到春秋的时候 它这个写法呢 变得比较大 春秋的时候 它这个上面 一个食物的 这个容器的铁子 这是抓食物的容器 它这个人写的很小 写的这个走下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春秋时期的写法 这个字到了 沾锅时期的 它又改变了 而且变化呢 也是比较大 沾锅的铁 写的这样 它这个铁子 写的这样就行了 抓食物的容器呢 这个铁呢 写的这样一个字 这个人写的这样子 心上 这就是沾锅时期的一种写法 它小专的写法 基本上就是 成熟了 架光纹锦纹的写法 让食物的容器呢 点成为一个P 小专的一个人写的这样子 这就是小专的写法 历数也就是从这个字 一步一步引编过来 这个人写在这个地方 这是历数的一种写法 这个开数呢 这个字啊 它就写成这样 这就是开数的写法 这就是开数的写法 这个字 它的本意就是 用吃食物 隐善给人家吃东西 后来这个字 就隐善为食 就是食养的食 就是喂食啊 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好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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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